主料,鸭子800克,辅量,油,盐,啤酒400克,干红椒60,八酵两只,草果一只,姜,蒜,青椒两只,生抽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半只鸭子洗净,青椒洗净柿子,将鞋片,蒜包去皮,将鸭子斩成约4厘米大小的块,热油锅包下姜片,蒜子, 干红椒,八角,草果,倒入鸭子煸炒变色,出油,加入适量生抽,加一小勺黄豆酱,继续翻炒至上海,加大半瓶啤酒,约400克,加入的啤酒以没过鸭子为夷,大火烧开后加改,转小火炖40分钟,收支之前放入切片的青椒,加入细盐,出锅及时,烹饪技巧,小提示,一烧这道菜不用另外加 加水鸡料酒,可啤酒吃出鸭子的新汤味并能提香,二大蒜子包去皮后不用剁碎,整饭放入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